Let's get ready to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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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坛中的金童玉女恋情大曝光 我们为您完整播放周杰伦以及蔡依林 在《我猜》节目中的第一次接触 珍贵的独家画面 错过这次大好机会 你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蔡依林代班 周杰伦探班吗 我唱一个周杰伦版 可以吗 我真的唱一下屋里 不干我的事 不干你的事 好 来 但我们直接来了 老师给个Key 半夜睡不着家 把心情很沉甘 只好到屋里 找你一个梦 红尽 过你了呗 真的是太过人了 我跟听当事人聊一下 你觉得周杰伦唱得好 还是我唱得比较好 当事人怎么会唱到伊林身上 你觉得我唱得比较好 憲哥好听 憲哥好听 发誓 发誓 我刚才强迫了一下子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考驾还竟然也是一种职业哦 一般来讲你都怎么 比如说欠有一个很赖皮的 像这个很赖皮 欠一百万 你看 你啊 我们都用比较柔性 然后就是针对对方的心理问题 然后 发誓 你的头很黏住 你一向会气死人 你知道吗 此外 我们还有你意料之外 最刺激的工作哦 曾经被沙鱼撞伤 还被大章鱼吸住身体 真的假的 你人生的经历好不一样哦 你这一身走过来 你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要是 副手不是应该有两排还是三排 其他 他整个这样拔个 你跟拔罐一样就 对 吸草围在上面吗 后来就是连续差不多两个多月 都没有感冒 到底是做什么样危险的工作呢 超电力 国中版少男杀手 漂亮的拳 有人说他长得像杨晨琳 好会摆姿势哦 好可爱 发抖 好大方哦 有人说他长得像赵文久 嘿 你准备好住店了吗 大家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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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好荣幸哦 对啊 你看 就你的歌迷好多哦 你还一直推人家的真事 谢谢蔡依林小姐 感谢她 给她带来更厉害的收视率 对 听到这里还不掌声你们来站 对啊 欢迎欢迎 今天主题真的很接近 我们人不可貌相 先预告一下 咱们就是少男杀手篇 而且我们是国中版 国中版 把年龄稍微降一下 好厉害 最厉害的那一个 曾经杀过六个少男 现在目前实体还没有找到 我警方全面抨弃中 好恐怖哦 好恐怖哦 那麽恐怖的 趕快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组人马 姚元昊 梁又玲小姐 嗨 来 拿起麦克风跟她的部分 自我介绍一下 来 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元昊 元昊 哈囉 我是梁又玲 梁又玲 两位是演员嘛 是吧 对 甜柠檬是吧 是我们的 中式的星期 中式的星期 离拜五晚上 怎么两个人长得 好像那种兄妹的感觉 蛮像的 所以其实我们两个是兄妹 我们就是兄妹啊 在戏里面 戏里面也是兄妹 好好加油 藝能界是很难走的一条路 好不好 每次都要这样吓人 当然 很多前辈 他们一路走来相当的心酸 对 成功跟他们没有忘 但是绯闻永远到他们身上 不幸我们来访问下一位 就知道了 一起來欢迎王世贤先生 好 好,可以 好,可以 你好 今天来的是 無事不登三宝店 因為我要出唱片了 出唱片是吧 對啊 閩南語界的天王 沒有 閩南語歌坛上面就靠你了 好,加油 這一段我們交給蔡依林 來訪問 開始 他們兩個很不搭軋耶 很恐怖 他可能會問他最近好嗎 之類的 好,請開始訪問 新專輯的名稱是 人家這個問題很好 你給你鼓勵好不好 我覺得很好啊 你有什麼態度 好 命中注定 好,繼續 第二個問題 好聽嗎 我最近正準備去大陸拍戲 好 他還沒有問耶 沒有嗎 他想說先打得起什麼 最近有什麼活動嗎 對啊,我要去大陸拍戲 活動 你們兩個還能用倒妝劇 這不容易 好啦,接著下來是我們華人世界超級天后 溫嵐小姐 對,好久了 不不不 今天這個屋頂不能這樣唱,好不好 我唱一個周杰倫版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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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過家人同意 可以嗎,這位 好 好 我說唱一下屋頂 乾我的事 可以,不乾你的事 好,來,那咱們直接來了 老師給個Key 白夜睡不著家 把心情很沉乾 只好到屋頂 找你一個夢 風景 好多汗 我還是不確定 總會有動人旋律在對面的屋頂 我悄悄關上門 帶著希望上去 原來是我們立場出現的那個人 那個人不就是我夢裡那模糊的人 我們有同樣的默契 用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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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著愛你的形狀 來吧 大家都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在屋頂和我愛的人 穩住要心情的招呼 我住在屋頂和浪漫的夜晚 擁抱著時刻 這一分與一秒 全都停止 愛開始交接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在屋頂和我愛的人 加方荒醉 我愛過鋪 震与孤獨的音樂 擁抱這時刻 這一分一秒 全都停止 愛開始糾結 夢有你很美 好了 過癮了沒 真的是太過癮了 我們請當事人聊一下 你覺得周杰倫唱得好 還是我唱得比較好 當事人怎麼會唱到伊林身上 你覺得我唱得比較好 憲哥好聽 發誓 發誓 過關強迫人家也不是一個 第一問人家 好了 這個叫人在藩幫 心在汗 他有沒有私底下唱給你聽過 沒有耶 而且還是這樣唱 你耳不耳心啊你 好 再來是我們剛剛最近擔任 大伯的這個行列的 歡迎大餅先生 大餅本身就沒有大伯的樣子 再來歡迎我們李聖傑先生 謝謝 大家只知道他是一個新的歌手 不知道他是網球國手 真的假的 騙你們幹嘛 有沒有看到 有 對 打過網球吧 大概打十幾年了 十三年了 好 歡迎大家來掌聲再鼓勵一下 謝謝 馬上進入第一個部分 叫做是哪裡出了錯 出了錯 什麼時候 來 觀眾朋友 影片中有三個錯誤的地方 大家趕快來找找看錯誤的地方吧 你知道錯誤在哪裡了嗎 三個錯誤非常清楚的出現 現場的朋友們通通不要講答案 老婆婆長得很像男生 那不是一個錯誤喔 好 先跟大家講一下 電車為什麼會冒煙 對 自強號不應該有煙囪 怎麼是自強號啊 蛤 3 3 3 恭喜答過啦 答對了 沒錯 電氣化的火車是沒有煙囪的 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早就看出來了呢 亞洲新天后 火車上應該預備上不會寫不愛坐吧 為什麼 就是這樣啊 對啊 你問那麼多幹嘛 他竟然用這麼肯定的眼神 跟我們說恭喜 答對了 火車上沒有寶愛坐 對 好不好 Landy的觀察力相當敏銳喔 火車的位置是販售的 所以是沒有寶愛坐的喔 好 還有一個錯誤 是在什麼地方呢 該我了 大表兒 有答案嗎 就那個人站起來 然後那老太婆坐下去 噴 你那個部分離題太遠 沒有 搞不好真的 喔 就是那個人站起來以後 老太婆坐下去 旁邊的女人都跟死了一樣 所以不協不合 喔 不可以睡得那麼死就是 沒有 他眼睛還好 好 算了算 他已經噴得快變CAS冷凍豬肉了 好 聖傑有沒有 剛剛發現那個讓座那個男的耳朵 一邊是咖啡色 一邊是白色 喔 人家就不能因為太陽大 被曬到一邊喔 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鬆喔 那麼小的地方你都看得出來 錯 好 那麼這個跟當事人有相關的 當事人呢 就是老婆婆們 老婆婆們 再看一次 有答案你就馬上搶答 好不好 請看 讓我們再來看一次影片 尋找錯誤的地方 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早就已經看出來了呢 他的耳環本來只有一個 鞋變兩個 好厲害喔 噴一下 好 等一下 後面沒有出來啊 那個扣環 你注意的還真是很 很嚴重的地方嘛 你還真注意那扣環的部分 還是老婆婆頒長太多 餅哥你快對了 那個 餅哥你快對了有沒有聽到 餅哥你快對了有沒有聽到 如果我們拿拐杖的時候撐著的話 應該是這隻腳受傷會包起來 但是他是這隻腳穿脫鞋 這隻腳包起來 答對了 你可以先坐下來嗎 好 因為這樣我們比較噴得到 請噴 好 正確答案是什麼 耳環 是啊 好 餅哥答對了耶 是耳環嗎 我答對了 吳中興來這裡說 為什麼 你幫我立刻在幹嘛 對 正確答案就是說 他的腳真的是上右邊 但是他就撐左邊 應該是在受傷的那邊 對啦 這邊嘛 這樣嗎 對 他答對了 是嗎 先不要來做一下嘛 來啦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會幹什麼 合著外人欺負我 沒有 沒有任意 我跟周杰倫講 我跟妳講 這是一題小嘗試題 一般拐杖應該撐在腳受傷的一邊 所以影片中的老婆婆撐錯方向了 好了 馬上看看下一單元 叫做是 真的假不了 真的假不了 用牙提磚的小孩 會騎腳踏車的狗 用腳寫字的人 以及收藏最多兔寶寶的人 還有最老的模特兒 超古怪 竟在奇人一世 厲害 真的假不了 那麼今天總共來了三位 只有一個是假的 對 其實有很多的行業 我們是不太了解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行業 是應該被尊重 跟有時候被注意一下的 當然 比如說有什麼樣的行業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了 對啊 這是現在這個 非常特別 應運而生 對不對 在這樣的環境底下 它突然間生出來 很多不一樣的行業 對 過去來講 你哪有什麼討債公司 真的 現在就 今天就來了一位 但不知道他是真的還假的 我聽說現在還有就是 開班授課 教人家怎麼討債 就是用理性的訴求去討債 真的嗎 對 有啦 還有到他門口去放音樂的 有沒有 對 大字爆了 自己去演一個話劇 在他們家表演啊什麼 還我錢吧 那種 真的喔 對 時代不一樣了啦 對 好 那我們接受這樣的改變 馬上第一組 真的就是討債美女了 到底是真是假 歡迎李佩玲小姐 27歲 台北人 天啊 怎麼像電影明星啊 對啊 好像很娇柔的樣子耶 那麼好好來訪問一下 請問尊姓大名 李佩玲 李佩玲小姐 最新一檔戲什麼時候會上 你把人家當成電影明星了 27歲 那麼台北人 是 你本身擔任的工作是 討債公司 討債公司啊 討債員 那個公司很恐怖啊 開... 擔任這個行業有多久的時間 三年 三年 討債公司 有三年的時間 那你一定是在外面 織房子織喔 你這樣取消人家以後 人家沒有氣過去討債 請問你們公司在幾樓 喂 不要再笑了 還不懂你在講 當時為什麼要進入到這個行業 興趣吧 這什麼東西啊 沒有 憲哥我知道 興趣 我們唱歌興趣就算了 你興趣是跟人家討債 很多女生都喜歡跟人家 你知道討債還價 然後開始跟人家在市場吵 可是我想那個應該有學講話吧 有訓練過嗎 對不對 有沒有訓練過 有 有啊 你們是有老師專員 對 我們進公司之後 然後會有專門安排課程上課 有課程上課 然後有就是說話的訓練 有說話有訓練過嗎 有訓練過嗎 有參加過正英班嗎 沒有啦 就是怎麼樣討債 這個意思就對了 是不是盡量再弄理性的訴求 然後去跟人家搖一下 沒錯 搞不好他們老闆我是認識的 工作經歷兩年 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 很多耶 三至五萬 三至五萬 是固定的薪水嗎 還是有浮動 應該是三萬起跳是不是 有固定薪水 可是我們就是如果討債 你如果有討成的話 業務 有業績 業績 對 百分之幾 就是你的獎金 你們會有所謂的暴力介入嗎 不行 不行嗎 對 不能觸犯法律的 那會用就是譬如說從心理戰術嗎 對 比較柔性的 一般來講你都怎麼 比如說欠有一個很賴皮的 像這個很賴皮 他欠一百萬 怎麼樣 我們都用比較柔性 然後就是針對對方的心理問題 然後 發你的頭 你像會氣死人 你知道嗎 要不到 要不到 沒有錢 怎麼樣 妳會怎樣 我會就是讓他生活上 有很多困擾 然後造成他那種生活很緊繃 然後面臨那種精神崩潰的狀態 斷水斷電那種嗎 沒有 都算斷手斷腳 我知道 我知道是不是先讓他身邊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有欠錢 對 公眾場合 那妳這麼說來 妳有沒有把人逼封過 有沒有把人逼封過 沒有 可是 真的有那種到受不了 就是 想盡辦法把錢籌出來還給妳 就說妳不要再來 妳不要再來騷擾我的生活了 這樣 對 騷擾 一號李佩玲是一位專門討債的美女 最高紀錄 在兩週之內討回三百多萬元呢 你相信嗎 第二一位來到我們現場了 這個很特別 高危險性了 我們一起來歡迎梁玉涵 掌聲鼓勵 24歲台北人 來喔 哇 厲害 大家看他 如果你們猜得中他的行業的話 好不好 我呢 好不好 對不對 你怎麼樣 我上次猜錯要吃骨 吃骨 對啊 這不太敢了 我告訴你們 如果你們猜對他的行業 一萬塊獎金 好不好 來 安親班老師 安親班老師 你覺得我們節目會這麼平淡無情嗎 你真的很無聊耶 好 那麼他的行業是什麼 告訴我們大家 大聲地說出來 我也是 到底他是什麼奇特的職業呢 哇 天啊 哇 好辣喔 好辣喔 他的耳環 天啊 他真的是辣妹耶 你來猜猜看他什麼行業 跳鋼管舞 鋼管舞啊 不是 大伯 你猜這個 他猜是咬豬肉餵獅子 咬豬肉餵吃的啊 這麼絞好的身材 這麼美好的面貌 他的行業竟然是 麻辣 孝女 相當不可思議吧 接下來我們快點來聽聽看 麻辣孝女的靈異經驗盤 看到往生者附身在家屬的身上顯靈 太久耶 你慢慢想這一段 你是看到他的靈魂嗎還是 就是好像看到被附身那一個 是一直哭啊 他旁邊的不也是一直哭嗎 沒有 本來是好像全部的人都滿安靜的 然後就突然 那一個人就一直抖一直抖啊 精采內容 不容錯過 如果你們猜對他的行業 一萬塊獎金 好不好 來 安親班老師 安親班老師 你覺得我們節目會這麼平淡無奇嗎 你真的很無聊耶 好 那麼他的行業是什麼 告訴我們大家 大聲的說出來 我是餵食人員 餵食人員 你專門在餵人員吃飯 餵食人 餵食人 天啊 難怪長得還有點像 開玩笑看 開玩笑看 主要工作是餵食鯊魚的潛水員 做多久了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當時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工作 失戀 是興趣 是興趣 是假的 失戀 失戀就要去餵鯊魚 很多餵鯊魚 有就有 沒有就被吃 女生 女生 當餵食人員是比男生來得危險的喔 請問為什麼 就是因為說 你以為男生的膽子比較大 錯 有沒有人知道答案 因為前面多了兩塊肉 錯 太龜龜了 那是為什麼呢 女生 有時候會帶來血腥味 什麼 鯊魚 這個問題雖然有點無恥 可是我真的想問她 就是如果真的女孩子 那個不方便的時候 那應該不能下去嗎 就不能下去了 那你們一開始餵食的時候 是要用血來吸引鯊魚過來嗎 因為這魚啊 魚 魚它一般就是有 本身就有血腥味 對 曾經被鯊魚撞傷 還被大章魚吸住身體 真的假的 你人生的經歷好不一樣喔 你這一生走過來 你是怎麼樣走過來的 你們了解 大章魚吸住身體 鯊魚撞傷 他應該沒有要對你向下親手吧 到醫院急診室說 一下…我被撞傷 這鯊魚嗎還是什麼 沒有啦 我鯊魚撞傷 撞掉的 出門開車還被花蓮輪撞到 不好意思… 是真的嗎 可不可以講一下那個情況 因為我們章魚 那隻章魚它滿大 它深場 如果它整個全… 展開來 對 展開來的話 哇 那麼長 比一個人還大 對… 那它的吸盤又特別的大 那那個時候 就是可能餵食的時候 不小心嘛 那它會爬出缸外 它會很… 然後你就被它吸住 觸手 對 它就會這樣把你整個吸住 有沒有拔罐的感覺 那你後來怎麼拖 怎麼樣… 就是要這樣拔掉 那個觸手 不是應該有兩排 還是三排吸盤 那它整個這樣拔起來 啵… 你不是跟拔罐一樣 就… 對… 後來連續差不多兩個多月 都沒有感冒 沒有拔罐是不是 拔罐拔過了 好 那麼曾經啊 能夠跟鯊魚… 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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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抱歉 我不是在模仿你嗎 人家也沒有這樣覺得啊 是 能夠跟鯊魚 口對口的方式餵食啊 對 對 感情現在越來越好 對 你本身也吃魚嗎 吃 吃… 咬著魚 然後跟鯊魚這樣 你就當吃那個生魚片 然後鯊魚就是當吃它的食物 對… 真的耶 可是它的嘴巴不是很大嗎 對 那我們來問它專業的這個問題 好 遇見鯊魚的時候該怎麼辦 不餵 妳是要… 不是啦… 怎麼餵它啊 神經病 餵是它的工作 萬一這個大海裡面 我們游泳… 鯊魚 真的有野生耶 該怎麼辦 你應該要靜止不動 不動 電影我也看過 我告訴你 它可能是真的 因為鯊魚不吃死的東西 那你嘴巴都喊著鯊魚餵鯊魚喔 沒有… 喊著鯊魚 那個… 那個水族館在… 不是這樣 海洋裡面 它為了要巴結那個鯊魚 它是喊著鯊魚 但是這樣動 然後鯊魚看起來是活的 是不是 這是什麼人生啊 還被鯊魚… 那個章魚吸過 哪那麼怪 2號 2號 梁玉涵 是一位餵食鯊魚的潛水員 已經被鯊魚 還有大章魚攻擊過 你相信嗎 最後一位 第三位 這個很厲害 這位很厲害了 劉均林小姐 20歲 台北人 天啊 好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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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真的是辣妹耶 你來猜猜看它什麼行業 跳鋼管舞 鋼管舞啊 錯 大伯…你猜誰 大概是咬豬肉餵獅子 都不好餵獅子 咬豬肉餵獅子啊 好 我們還曾經被老虎拔罐過程式 絕對大家沒有猜到 長得這麼漂亮一個女生 特別喔 她的行業 我告訴你 肯定你猜1萬次都不見得猜得出來 是的 這麼腳好的身材 這麼美好的面貌 她的行業竟然是 麻辣 校女 掌聲鼓勵一下 這樣猜嗎 好 這個就是啊 所謂的人家說五子枯木那一種 就是五個人一團 然後就爬到死者的臨前 然後讓家屬感受到那種悲傷 這個的氣氛 我不會問一下 你是哭的那個嗎 你是哭的那種嗎 對 因為我外婆過世的時候 你有需要 不是不是 又不會現在跟人家預約啊 等一下 我外婆過世的時候 我去查她的葬禮 是有一個女的燃了一頭金髮進來 然後但是她是 在我們哭得很傷心的時候 她就突然在我面前倒立 然後大家就啊 就嚇一跳 然後就比較沒那麼傷心 然後就下去我們就繼續哭 哭到一半她又進來倒立 等一下 又倒立 就雜耍的 真的嗎 有這種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遇過 妳沒有遇過啊 妳是專門負責流眼淚哭的那種 我本來有牽亡魂症 牽亡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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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亡魂那是有沒有 眼睛要開光 不是…那是表演 那是洛冠英吧 翻跟鬥批對 關洛英不是洛冠英 什麼叫洛冠英 什麼叫洛冠英 翻洛英不好意思 不懂不懂 然後妳還可以牽亡魂啊 就是表演翻跟鬥那些 可是可不可以幫我們現場 牽一下這位亡魂魂 有… 喂 翻跟鬥是牽亡魂啊 那妳的行業是怎麼特別 妳今年才20歲 做了多久了 做十年 十年 十歲 十歲開始這樣 那妳膝蓋有沒有留下職業傷害 有沒有 因為他們要爬的你知道嗎 那這個行業是很辛苦的 從小家境不好 妳看… 妳看這還是一個行業 好孝順喔 然後才從事這個工作 是不是 嗯 有人帶妳進入這行嗎 有人帶妳… 有人帶妳進入這行 家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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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知道妳的工作有兩個 就是哭跟翻跟鬥 這是一個工作還是兩個工作 妳是一邊哭… 然後就翻了嗎 還是 哭著哭著再翻呢 我… 還是兩個工作可以拿兩份薪水 兩個工作不一樣 不一樣的 一個是哭的 一個是表演的 那每一次哭的時候 妳都會真的有眼淚跑出來嗎 她已經變工作了 真的哭啊 但是這當中有一個恐怖的事情 印象很深 她看到很年輕的往生者 對啊 怎麼樣的那些經驗 嗯 就是看她好像鼻孔真的很大 就是看到她站在那個… 那個臨位前面 不是…那是晚上夢到的 鼻孔真的很大 妳是說妳… 本身是… 妳一直用鼻孔這樣 是電視節目主持人嗎 蛤 蛤 不是 不是 會不會是張瑜啊 張瑜 是幹嘛 這是… 然後她那… 妳會覺得惋惜 但是聽說不能講一些惋惜的話 為什麼 或著她會跟到她身上來 就比如說路邊看到什麼 發生什麼 妳不要 這個年輕好可惜啊 有沒有 她就跟你囉 對 哇 對 對 你嚇雜喔 我要嚇她 妳嚇她我這邊嚇一跳啊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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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有一次可以嚇到妳了 我們是惡人膽小了 天啊 我轉過去你們黑鴨鴨的影片 做這工作八字壓很重啊 對 也不一定耶 硬碰硬碰八 我跟你講 最恐怖驚豔 怎麼樣 看到往生者 附身在家屬的身上顯靈 Live Show耶 妳慢慢講這一段 妳是看到她的靈魂嗎還是 就是好像看到被附身那一個 是一直哭啊 她旁邊的不也是一直哭嗎 沒有 本來是好像全部的人都滿乾淨的 然後就突然 那一個人就一直抖一直抖啊 真的嗎 然後就一直哭 她會不是跟你撇完尿啊 對 有加倫筍的現象 一直抖一直抖 對啊 你怎麼確定她是那個 是附身 因為好像有聽旁邊的人在講 三號劉君麟是因為麻辣笑女 工作的時候還見過靈異現象呢 你相信嗎 究竟以上三位 他們誰說的才是假的呢 大家趕快來猜猜看 現場就來個下腰好不好 一千塊就在這邊 謝謝啦 劉君麟 怎麼可能這個角度 你看它抖得有多 多 它真的可以用嘴巴把錢撿起來嗎 精彩內容 不容錯過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聽過最新奇的人體音樂體法法嗎 七個人一組 後來就是七個音階 對 對 對 後來就是有音樂 譬如說小蜜蜂 打地板 要打地板 還好 但是打小蜜蜂 它要是打那個 快出龍蜜蜂 快出龍蜜蜜蜜 快出龍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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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還是有個東西 對啊 來 雙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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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開始 5 4 3 2 1 時間到 梁又林 搖元昊 1號 桌上有麥克風拿起來講話 1號 為什麼 因為覺得比較 講話比較沒有那種討在公司的 那種味道 討在公司應該講話就是 不會很 我已經告訴你 我認識他們老闆 真的嗎 意思就是說你被他討過啊 喂 對 好,王世前先生也是1號 為什麼 對,我覺得他口齒不夠淋漓 口齒不夠淋漓 就算不用暴力的 口齒要非常淋漓 淋漓就對了 溫萊 2號 為什麼 直覺 很煩 你好像女巫啊 OK 大伯 我也覺得是2號 因為1號 對啦,的確他有口條方便問題 可是其實討在的人 他不太那麼需要注意口條 但我覺得2號啊 因為他剛才在那個訪問的過程當中 所有那個姿勢都是你們講 然後他說對的 大部分都是你們說的 他說對 對,而不是他自己主動敘述這樣 了解,來,聖姐 我覺得是2號 對,你也覺得2號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 如果在水族館的話 應該是喜歡運動 運動應該會曬得比較黑 或者是 感覺沒有像運動的樣子 像不太有運動的感覺 對,對 好,所以呢 就是3號大家一致認同 1號 1號 2號 答案到底是誰呢 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好 現在馬上來看看 到底哪一位 才是他們真正的答案呢 答案就是他是錯誤的 倒數3秒之後 請走下來 揭曉正確答案 3 2 1 請揭曉 1號 好,那麼 果然是1號 請問您 新戲什麼時候會上 妳是假的 我是假的 對啊,妳現在從事什麼行業 我現在餐廳 我在餐廳服務 餐廳做什麼樣的東西 音樂餐廳方面的 音樂 好,那請回寶座休息 來,2號請到底下來 還有3號,一起來 你真的被章魚吸過耶 真的啊 把他過罐了 那我們真正要跟他了解一下 妳這個是在哪裡服務 台北海洋館 台北海洋館 對 那妳就要穿的那個下去 每天嗎 幾乎 那冬天也是這樣 對 好不好玩啊,講真的 其實滿刺激的 喜歡刺激的人就會覺得很瘦 這麼久了還會刺激啊 有沒有比觀洛英刺激 那你應該問3號了 我問一下3號 觀洛英是怎麼觀洛英 不知道 你不是 我們是表演的 表演的 表演的 哭啊幹嘛這樣 不過他這個工作很辛苦的 很辛苦 而且你看從10歲開始 就出來賺錢養家 這種女孩子是不得了 我跟你講,誰要娶到這樣的女孩子 真的相當不錯 非常幸福 對不對,將來你走的時候 他很免費幫你服務 欸 嘿嘿 喂 不要急到這個 喂,開玩笑 開玩笑 不介意啦 不會 對,很可愛 聲音已經啞掉了 一看就知道白天有出班嘛 現在如果這樣 你立刻哭 你哭得出來嗎 一定要光做的時候 才哭得出來 對啦 有那個氣氛是不是 對啦 要不然你先躺表演一下 阿雅你先躺一下 我們試試看 看一下鄭杰的這個VCR 請看 我們現在在士林的積合路上 在這裡有一家知名的海洋館 這一棟海洋館裡面 可養了上百種各類的魚類喔 最令人難忘的 就是人見人怕的各類鯊魚 像是護士鯊 斗鯊 黑騎鯊 以及白騎鯊等等 而每到了中午十一點左右 潛水員梁玉涵 就穿好了一身潛水裝備 準備要去餵鯊魚囉 首先先看到梁玉涵正在餵的 是全世界最毒的魚 烘魚 雖然只有短短一年的經驗 但是他面對這些魚 卻像朋友一樣 關係相當密切喔 你看梁玉涵還敢跟這些紅魚 嘴對嘴親吻起來呢 看來這些魚類 把梁玉涵當作是自己人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看 梁玉涵餵食其他魚類的模樣吧 下次幹嘛 風梁玉涵餵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她就是最美丽的 喂食鲨鱼潜水员 梁玉涵 这就是麻辣笑女 刘君林工作时候的模样 而平常她主要的工作 分成两种 一种是大家平常看到的 笑女白情 主要的目的 是带领往生者的家属 在丧礼中尽孝道的仪式 而另外一种 则是带有舞蹈动作的 牵王魂阵 这是一种比较热闹的 甩手习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除了祭拜往生者之外 也有一部分在劝人向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再来看一看 刘俊玲的另外一项特殊的才艺吧 哇 这样的下腰动作 是不是相当厉害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麻辣笑女 刘俊玲 厉害了 太厉害了 看完这个VCR 同时也换好这个服装了 我现在开始佩服她了 最厉害 刚才问说她从十岁 我就开始工作之外 她那个下腰 完全是自己在家里面练出来的 当然啦 她们就是要做这种表演 跟大饼讲的那个内容是一样的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看她的表演 有没有看到 现场就来个下腰好不好 一千块就在这边 为了我们的节目而演出 同时邀请两位家属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家属进场 注意哦 现场真的就给大家表演一下 刘君凌 怎么可能这个角度 你看她折得有多...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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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练的耶 掌声鼓励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 天哪 让我们再来看一次重播镜头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位麻辣笑女的下腰动作相当厉害呢 好厉害哦 对啊... 不要说张友用腰的 我们就弯下来捡 我都有困难 真的啊 阿姨捡得到吗 我弯下来捡都有困难 太笨了 真的 我也弯你一下腿啊 请要... 你可以试试看吗 你可以下腰吗 那它会曝光啊 好 那我给你打电话来交代 来...好 太棒了 所以这是我们 我想问一下那个衣服它是... 你想做一套是不是 不是啦 下一张专业的打歌服 演唱会的时候就借你就好啦 有根据的吗 我想说 有根据 没有啊 自己做的 自己设计这样 自己设计 我以为是根据那个什么 民间的习俗 以后如果有那个戏服不要 你可以给他们的套衣服 他也是很多有亮片的 对 可以彼此交流一下 好不好 谢谢 太幸会了 谢谢刘君凌 谢谢 好不好 我们再次给他热情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谢谢我们刘君凌一下 好 马上来看看咱们下一单元叫做是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人不可貌相 厉害了 人不可貌相 今天是我们这个叫做少男杀手 少男杀手 我国中的 你就是少男杀手 其实是从你出道开始之后 怎么过期 你讲的跟牛奶不能喝的一样 应该说资深的少男杀手 是从你开始才有少男杀手 这个名字我记得 汪世贤先生 还有哪一位是属于少男杀手 在你心目中 林慧平 蛤 你不能这样啊 林慧平 这个外 这个资深的 对不对 还有精锐瑶也是 真的 在80年代以清纯 秀丽模样走红歌坛的精锐瑶 在当时 可是掳获了不少少男的芳心 此外还被评为是大家的梦中情人 她清新自然的态度 更是被大家公认是不可多得的美女 当时同期出道的歌手林慧平 有着林家女孩气息着她 外形楚楚动人外 眼神中还带着淡淡的忧郁气质 在当时也是少男所喜爱的典型 我觉得现在少男可能比较不一样 他除了要漂亮以外 也要也很有 就是一直都有新奇的东西出现 我觉得徐熙帝是少男杀手 徐熙帝 而且他越变越漂亮 对对 他现在真的是算是 搞笑另类美少女 对 他这种牙齿弄进去以后 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来越漂亮 很漂亮 他身材也好 对啊 阿百姓抱住 对对 我才想问你 他身材是怎么搞的 其实你没有 花多少钱啊 他怎么会这样 真的他身材很有料 是真的吗 就当然是真的 可是有电东西啦 就是内衣嘛 内衣广告 对啊 就可以支撑这样 当然啊 还有那一天很恐怖 怎么发出摄影棚 更衣室里面有那种声音 怎么会有那种声音 我吓了一下 那我就坐在那边 我的后面 奇怪 如果有人带篮球进去在打气嘛 对吗 后来才看你走出来 我也不好意思问 你在做什么 没有 我就是怕 如果有车子不小心撞到的时候 可以保护一下自己 安全气囊的 对 对 太恐怖了 盛杰哪一位是少男杀手 因为我听西洋歌曲 所以我应该会觉得 Brainne Spell 是谁啊 小天天不然你 他真的 小天天不然你吗 不然你要怎么样 他是全世界的少男杀手 但是我觉得他比例很怪 他是舞短 然后又有点臃肿的那种感受 每个人审美观可能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个 这个国中组的少男杀手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段精彩的少男杀手传奇 少男杀手技术不合什么条件呢 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少男杀手要有 水旺旺旺的大眼睛 自然不做作的女生 比较像少男杀手 笑容甜美的女生 胸部大的女生 不做作的女生 眼睛大大的比较像 笑起来很甜的女生 没错 有这一双超会放电的眼睛 甜美的笑容 以及自然不做作的态度 都是少男心目中 最喜欢的异性形象哦 演艺圈中能静能动的蔡依林 可以说是少男杀手的始组 而拥有甜美笑容 和舞台美丽的超人气偶像 FH1 也拥有许多广大男性的歌迷呢 另外日本国民美少女 松浦雅迷 她清新自然的态度 也深受大家的喜爱 今天人不可貌相找来五位 还在读国中的少男杀手 来宾们 大家赶快来猜猜看 哪一位才是高中男生 心目中真正的少男杀手呢 好 厉害了 其实我们我在里面 常常因为人不可貌相 而诞生很多 真的是明日之星 对啊 很多都从我们这边出来的 对 好不好 今天就来的五位了 第一位欢迎胡余轩小姐 十五岁 一百五三公分 三十九公斤 台北人 又那么帥哦 有人说他长得像杨澄霖 三十九公斤 这个体重数字很久没有听到的 才十五岁 你先走个台步看看好不好 好 来 好可爱 好可爱青春洋溺的感觉 十五岁 好 为什么肩膀会 对啊 好可爱 我们来了解一下 你本身跟国王企鹅 有没有亲戚关系 对 黑麻吉 好 来 大家都说他长得像杨澄霖 我觉得你像你自己啊 还好吧 笑起来有够可爱的啦 说 hello 跟大家说 hello 今天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胡余轩 知道 还有什么 尴尬 这个年纪就是尴尬 看你像一个受惊吓的小鸟耶 一直很慌张 没关系 会不会紧张啊 上电视 紧张啊 谁让你报名来的 人家找我来的 人家找你来的 觉得少男杀手应该 大眼睛 身材好 气质佳 你看 九令的眼睛 没有连假睫毛的哦 其实他们两个眼睛 有一点点像 你看 你看 九令那个眼睛很恐怖 你这个有连假睫毛吗 没有 没有 你看 你相信没有吗 已经在这里还不知道 我来试试看 很痛啊 脚都脚两根起来 眼泪都飙出来 是真的 睫毛 有没有 心目中的少男杀手是谁 你认为谁才是 徐若萱 徐若萱 那他忍在你旁边 这样 嗨 不是你啦 喂 老兵杀手他专门收集 暂时受点证 那有什么好收集的 成辈老师用歌唱的方式体罰 怎么说呢 老师唱歌给你听吗 还是 不是 不是 很特别提高 我们要唱歌给他听 对 就是上课 吵闹是不是 是 就是 他方式蛮奇怪的 就是 七个人一组 后来就是七个音节 嗯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Na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Na 对 后来就是有音乐啊 譬如说小蜜蜂 So Mi Mi So Mi 打地板 打地板 要打地板 还好 他就是打小蜜蜂 他要是打那个 快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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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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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们两个矛起来这样演了 结果另外一个主持人他还没有 对啊 冲 而且这个歌他又熟 对啊 搞不好他有私底下交踏过 对 而且有个交换 对啊 来 那双节冲会不会唱两句 只有老师提拔的 預備 去 快使用双节棍 喂 这是我听到双节棍 唱得最清楚的一个 快使用双节棍啊 你还想什么 好用啊 真的 好 好 他怎么敢来主持啊 被你亏惨了啦 亏两集后面就不太亏了 对啊 因为后面我们就邀杰伦来上节目 哎呦 好 曾经有男生一个月在他楼下 等他的经验 讲一下当时情况是怎么样 其实没什么啊 就是 呦 就是 只是就是每天在楼下等啊 每天这样子啦 会不会害怕 好 有点 有一点 对 因为最后家里大家都知道啊 蛮可怕的 对啊 有没有心目中的男偶像 有吗 有吗 周杰伦 我看到你木肉胸膊 周杰伦 sing sing 看我怎么睡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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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话嘛 你还说我欺负他 没有啊 好 相当不错 要不要摆一个姿势 可爱的姿势 少男杀手 怎么垫死那些小男生 要不要先请少男杀手十组来摆一下 真的吗 十组 好 来 拜托啦 你拍照怎么摆姿势 不是啊 你就你那一招就很厉害了 1 对 有没有 那个就很厉害了 1 2 3 Go 不是 你好像没什么 现在已经不好意思摆了 好啦 我们就不要看脸 看他摆姿势就好了 我们试试看 1 2 3 你这让我相信马雷蒙老师 有没有 好 那你就摆一个 摆一个好不好 1 2 3 不错哦 对 够可爱 在喊这样 我看了 好 这是我们1号掌声给大家鼓勵 旁边休息一下 谢谢 好 再来是我们第二位 黄思杰小妹妹 15岁 164公分 46公斤 台中人 好会摆姿势哦 帅吗 周杰 帅 你觉得还好 你觉得帅吗 我觉得还好 我也觉得还好 你觉得帅吗 后面还有更多劲爆的内容 等着你哦 此外 我猜全新特别计划 九九神功 将要挑战人类不眨眼的极限 大饼没有演老兵实在太可惜了 大伯哦 还能转动 天啊 差不多了 快不行了 快不行了 那有小渣的迹象 33秒加油 快了 快了 3 超高难度的挑战 如果挑战失败者 将遭到超高电压的剑挤哦 谁才能够幸运走过 超强电影的惩罚呢 第二位黄思杰小妹妹 15岁 164公分 46公分 166公分 台中人 好会摆姿勢哦 好可爱哦 摆姿勢 有人说他 長得像陈慧玲 那看陈慧玲走台步好不好 GO GO 青春洋芋 不錯,很健康 有沒有看到 身高有多少 164 164 不錯,相當不錯 那么觉得自己眼睛很会放电 对着镜头放一次电我看 預備 1 2 3 你在瞪谁啊 瞪你隔壁班的 厉害 来,放电 阿雅来一下 1 2 3 哈囉 眼睛不好就去拍刀嘛 有点 感覺要眨巴眼啊 眨巴眼 眼睛要這樣有点眨巴這樣子 對 嬌媚的感 好 心目中的少男殺手是谁 晨慧玲 你找得真的有点像晨慧玲的感觉 有 有 有那个味道 有没有看到 曾经去逛街 被两个男生跟踪了一个下午 好不好 当时情况是什么 就是我就逛了 然后后来就发现后面两个男生一直跟一直跟 然后 然后后来就 后来我就 赶快一直走一走 他就越走越快 他就越跑越快 然后后来我要上车 然后后来他就问 问我 你要上车问你怎么样 他就来问 问我要把他做朋友 结果呢 然后我就跑掉了 相当难接话的一段过去 反正他讲清楚 你有才艺是吧 你会表演舞蹈 好 你是在那里学的 学校 学校你会表演 是什么样的舞蹈 舞蹈有这么多种 国舞 表演就知道了好不好 好 好 请准备 一队下就来了 預備 去 华诗杰带来的国舞表演 劈腿 腿腿好软哦 厉害 天啊 你做不到的话 赶快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哎呦 哇 耍剑 耍剑 喂 这么难听啊 哎 掌声鼓励 哎呦 接得好 好啊 好耶 喂 掌声鼓励 厉害 厉害 练了多久啊 多久了 八年 八年 一看这个底子就很深厚 有没有 单单这个 单脚悬空旋转 那就很难了 有没有 你来试试看好不好 好笨重哦 笨重你给我来一下来一下 预备 7 卡 你是卖蛋糕啦 来一下 可以的 1 5 3 他有轻快的 他这个比较洋派的 不太好 相当不错 好 旁边休息一下 谢谢 再来是我们第三位 林心霓 有 林心霓 15岁 159公分 43公斤 台中人 好大方哦 有人说他长得像赵文卓 厉害 长得像谁 赵文卓 一点不像吗 女生讲得像赵文卓 对 女生要长得像赵树海那更恐怖 有两铁鬍子 不错 这个裙子还有viewview的那个图案 有没有 是不是要先让他走台步啊 对 先走个台步 好 音乐 Go 好青春洋溢的3号 小酒窝 好可爱 林心霓 这笑起来好看啊 对 先说哈啰 对 大家好 我是林心霓 好 不错 林心霓 今天谁陪你来 同学妈妈 同学的妈妈 同学妈妈管的还真多啊 陪你来上节目啊 同学妈妈带你来啊 然后呢 人家说他长得像赵文卓以外呢 他觉得具备甜甜的笑容 是最重要的 心目中的少男杀手应该是谁 酒令 对啊 对啊 酒令就是有一个好处 他看起来就个子小小的 然后小鸟依人样子 一白可爱的姿势男生都被他融化了 真的吗 哇 融化 对 好 才艺 耍花枪啊 耍花枪 这首歌是谁写的 周杰伦 帅吗 周杰伦 帅 我觉得还好 你觉得帅吗 我觉得还好 我也觉得还好 你觉得帅吗 不要欺负他 谁欺负他 我们开玩笑的 我们在欺负你 我们哪有欺负他 没有 你也插他 好好好 相当不错 那你要换衣服吗 对 穿上耍花枪就怪了 对 来 白一个少女可爱的 有没有 杀手的感觉 好可爱 好 好不好 对着镜头 一 二 三 七点啊 看她摆的俏皮姿势 是不是相当讨喜呢 加油 麦克尼娜呢 天哪 好厉害 掌声鼓励一下 漂亮哦 这是我们来的三号 好 接下来是我们第四一位 苏诗琴 十五岁 一百五十八公分 四十公斤 台北人 哇哦 好 桃田磊的少男杀手 在冰桌上竟然遇到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赶快来听听看吧 在公司上 然后那时候人很多 然后就感觉好像 屁股会摸一下 然后就 屁股会摸一下 然后就感觉有点湿湿 然后就摸起来看看 然后就黏黏的 湿湿黏黏的 后来才知道是 会不会是鼻涕的 所以你看我们突然 你想到也是鼻涕的 对啊 我想到的是色狼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会再告诉你 第四位 苏诗琴 十五岁 一百五十八公分 四十公斤 台北人 有人说他长得像舒淇 长得像舒淇啊 舒淇 怎么那么瘦啊 而且臉好小 一个啊 先走个台步好不好 來 音乐 台湾语 耶 很害羞耶 舒淇啊 我倒觉得还好耶 他有他个人的味道 你还跟大家说哈喽 大家好 我是舒淇淇 舒淇淇 笑起来也好可愛哦 觉得少男杀手 应该具备活泼可爱友善 那么曾经在公车上 也发生糗事 所以在公车上 然后那时候人很多 然后就感觉好像屁股会摸一下 然后就 屁股会摸一下 然后就感觉有点湿湿 然后就摸起来看看 然后就黏黏的 湿湿黏黏的 后来才知道是 那是人家冰淇淋打扮 蛤 有人冰淇淋打扮 糗是糗 但他误会成别的了 冰淇淋打扮 你在讲话 我以为是鼻涕了是不是 所以你看我们突然 你想到的是鼻涕的 对啊 我想到的是色狼 因为很多那个 美少女来上我们节目 都说公车上有那种 很变态的人 对啊 他好纯洁哦 他原来是冰淇淋打扮 在我屁股后面黏黏白白的 对啊 对啊 好 那么有没有才艺要表演的 没有 没有是吧 不错 女子无才便是得嘛 好不好 相当好 人家才15岁 对啊 才15岁表演那就没意思了 好 慢慢休息一下 谢谢 好好 好 最后一位 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苏炳萱 12岁 12岁 175公分 天啊 鬼啊 五十八公斤 台男人 有人说他长得像许慧欣 我的天啊 175公分 12岁 我的天啊 那当事人走... 先走个台步再说 我不相信 好可怕 没有谁 12岁 惊讶身 此起彼落哦 现在啊 爸爸妈妈是很高 不是 太可能了 才... 你才12岁啊 腰身国一 腰身国一 腰身国一啊 好可怕 你看 12岁 175公分啊 对啊 这位... 还会想要再长吗 你想 不想再长 他觉得自己太高了 全班一站起来 还是你最高的 对啊 比老师 老师敢骂你吗 你... 你这不穿平靴 他每天穿我也没有玩 对啊 他现在还是穿平底鞋 17 你看我又是不穿 哇 这... 这你妹妹是吧 姐姐 太恐怖了 台南人 家里住台南什么地方 湾里 湾里 那... 我们是中振路呢 很近的啊 就我们附近的 对啊 对 离我们家大概二十几公里吧 那不是还蛮远的 蛮远的 这么还难 拉近距离 心目中少男杀手是谁 Coco 为什么 为什么是Coco呢 因为我很喜欢他 真的吗 对 你将来 你的人生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将来希望做什么 会不会打篮球啊 不会 不会 医生吧 医生 医生啊 对 那有没有班上同学 羡慕你很高的 没有 没有 你是不是不喜欢 你这么高 喜欢 喜欢哦 对啊 然后大学生曾经跟他搭讪 大学生啊 对啊 大学生不晓得 搭讪的是一个国小未成年 12岁 离成年还要六七年啊 他搭讪那怎么说 跟你做个朋友好吗 他说 有没有男朋友 对 然后又问你家电话号码几号 那你怎么跟他回答 我说 我没有跟他讲 你没有跟他讲 那你有跟他说你12岁而已吗 有 他怎么样 他吓一跳 他吓一跳 他不是看身份证 后来确定他只有12岁 因为手里还拿着战斗陀螺 而且反而不要吵我玩好不好 对啊 你好讨厌 好 那么长得高的好处是衣服很好买 你都买大人的 对 会很好买吗 好买吗 很好买 其实很好买 你看他身上这一套衣服 就是大人的 对啊 175公分耶 对不对 而且他会谣言笑提琴 还会做瑜伽树 今天穿这一套不是要瑜伽树 没有瑜伽树有一种头 可以这样子放在这里 悬过来是吧 对 然后再把钱叼起来 那是上一段的 好 来我们来看他拉小提琴好了 好 好不好 来 拉那个换手换吃可以吗 屋顶 你学几年了 快一年 快一年 那你要拉什么 快一年啊 对啊 厉害的 花香 sorry 花香 花香哦 花香 花香 一点 四 七 八 二 八 八 八 七 六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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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在拉小提琴的時候 沒有感覺 對 小提琴一拉了 整個房地產都暴跌了 為什麼 因為他附近都比較少人住 謝謝 沒有了 開玩笑 很棒 好 這是我們5號 來 掌聲給他鼓勵一下 謝謝 練舞機前的觀眾朋友 讓我們一起再一次回顧一下 剛剛五位上門殺手的甜美模樣吧 有的氣質優雅 有的具有舞台魅力 每個人都在顯示自己獨特的魅力 讓人難以忘懷 而他們可愛的模樣 是不是也深深的烙印在 你的心裡面了呢 所以快點來猜猜看 誰才是高中男生 心目中的少男殺手吧 好 我們當然來賓這邊 我們要給他們來做選擇了 那麼當中一位老師 跟四位小朋友 他們在這邊接受大家的選擇 謝謝老師 其實下次還可以來參加 那個巨人國小生選吧 對 不用是往後來來的 就他們啦 但是 但是在少男的心目當中 哪一位才是真正的少男殺手 給你們10秒鐘做選擇 開始 對啊 時間到 第一組選擇 四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很甜 對啊 四號很甜啊 笑容啊 你不覺得他有點像鴕鳥那種 不會啦 不會 我覺得好可愛喔 好啦 王士賢 四號 也選四號 為什麼 我覺得他 賣一種直的 一種直 怎麼說 質感的 質感那種 就那種高中男生會喜歡的那種質感 OK 來 溫藍 三號 為什麼 三號是 三號 你不覺得他長得很像溫浩嗎 對 你像我弟弟 他弟弟很像後輔一樣 真的 可是因為他是很健康的 很健康 然後 若說我是男生我會追他 我 四號 來 大表 大伯 一號 好 我也想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具備了一切那個 就是男生 少男會喜歡的條件 然後眼睛大大笑起來甜甜的 然後也不會太厲害的蜈蚣什麼的 好像需要人家保護 這什麼 來 聖傑你的答案子 我覺得應該是一號 因為 因為我覺得他 可能很有潛力 因為他的笑容很無辜嘛 然後我覺得應該是 很成熟的男人也會很喜歡 跳選的結果揭曉囉 一號跟四號 各有兩位來賓的支持 而三號則獲得一位來賓支持 到底誰會是高中男生 心目中的少男殺手呢 別急 我們等一下才會告訴你 剪刀 石頭 上去 剪刀 石頭 上去 耶 耶 沒有 剪刀 剪不到 剪刀 剪刀 等等 可以啦 依照 眨眼睛 冷靜 看 一一 人意耶 放 三 停 好 好 沒問題 沒有 不然你以後努力這會不好 又 耶 現在很爽 妹妹很愛 又 真的 很愛 又 喂 喂 怎麼會這樣你自己噴啊 你不能自己吹啊 不是 哪有自己當裁判 自己又是那個 誰不一定耍賴 誰不一定不能自己吹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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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以示功夫 以示功夫 他們一定會真實我 好 好 我不要 我等一下還要開會啦 你講有必要要到處住這個雨嗎 我從來沒看你那麼熱心的 究竟主持界天王吳東線 還真的能夠挑戰成功嗎 我們拭目以待吧 精采的螢幕 現在就要開始囉 跳選的結果已經揭曉了 你沒忘記吧 一號跟四號 各有兩位來賓支持 三號則有一位來賓支持 到底誰會是高中男生心目中的 少男殺手呢 我們現在就馬上來看看 一起來看看到底在我們 高中男生的心目當中 哪一位才是我們真正的 少男殺手呢 請看 請看 今天的評審團是由 五十位高中男生所組成 他們將選出國中版的少男殺手喔 看到這一群呢 平常在師長的心目中呢 是品學經驟的乖學生 到底為了什麼突然發了狂的 衝到這裡來呢 因為我們今天要票選的就是 少男殺手 想不想趕快被殺 殺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看 今天的少男殺手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 活潑可愛的一號 他以迷人微笑的打招呼方式 贏得現場男生們的熱烈支持喔 而就讀舞蹈班的二號 也擺出了可愛的舞蹈pose呢 現場男生也給予熱烈的掌聲 而三號跟四號 利用自己的親和力 和甜美的笑容 也贏得了不少歡呼 以及得到不少男生們的 肯定及支持喔 而最後一位身材高超的五號 竟然使出殺手劍 走起排步並線上儀器飛穩 這樣的表現 肯定會為他拉到不少票數 另外這五位 漂亮的少男殺手之後 是我們現在要提供 少男們的意見 來 你覺得你心目中的少男殺手 要具備什麼樣子的條件 比較可愛 漂亮 那你的偶像是誰 少男殺手 陳彥姿 陳彥姿 為什麼喜歡他 他可愛 漂亮 那你現在擺出一個就是 你最認為可以吸引你的 一個少男殺手的口氣 這位斯文的男同學 擺出了滑稽的姿勢 他到底會選擇幾號呢 一號 為什麼 一號 最漂亮的 那在你的心目中 你覺得這一號到五號 哪一個比較不像少男殺手 五號 五號 為什麼 因為他太成熟了一點 太成熟 我看你是心目中只有一號吧 心目中只有一號 謝謝你 謝謝你 同學你好 你心目中的少男殺手是誰 蔡英雲 但是一配我錯 謝謝 你就還可以當少男殺手 可以好不好 站到不行 真的嗎 所以我可以排六號 可以可以 我已經同了你 謝謝 好 來 你剛剛分錢給他啦 不用看 一號到五號 你想選擇 二號不錯 二號不錯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 就還滿體驗的 可愛 所以他具備你心目中 少男殺手 可愛的 對 謝謝 這位男同學 會投給幾號呢 五號 五號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有點 對 為什麼 我最身高 對你們這些少男來說 我也是一個女人 對 而這位剪著貝克漢投的男同學 他會選擇幾號呢 一號 一號 為什麼 非常可愛 非常可愛 因為你有什麼話 想要跟一號說 我想跟他說 我想跟你去看電影 你就直接這樣 叫人家去看電影啊 對 在前面這位男同學的告白之後 我們趕快來看看 這位嬌小的男同學 他會投給幾號呢 一號 為什麼 清純可愛 在徵詢完這群 少男們的意見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我們 緊張的投票時間了 各位少男們 你們準備好了沒有 好 準備投下你們神聖的一票吧 投票開始囉 少男們將心目中的一票 投給了五位參賽者 看來一號跟二號 滿受歡迎的 而其他幾位 也陸陸續續的 有人投票給他們 到底今天的冠軍 會是幾號呢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 投票的結果如何吧 投票的結果 一號獲得二十一票 二號五票 三號七票 四號十三票 五號四票 所以今天的冠軍 就是一號囉 恭喜我們一號同學得到 二十一票成我們今天的 少男殺手冠軍 對 對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你猜對了嗎 每一位都很優秀 相當不錯 每一位都有得到一些票數 而且真的其實每一個 都是不一樣型的對不對 那當然 不要駝背 對 女孩子駝背 就看起來沒有精神 對嘛 所以每一位都很傑出 好不好 再次謝謝他們 謝謝 馬上進入我們下一單元 叫做是 九九神功 我猜全新特別企劃 九九神功 挑戰你的持久力 人類平均一分鐘 眨眼十五次 而眨眼的功能 是為了眨眼球 平均來說 一般人最久 可以維持二十秒鐘不眨眼 所以這一次 我們現在要舉行 不眨眼睛大賽 規則說明 以大風吹的方式進行 不小心做到電影的人 就要接受不眨眼睛的挑戰 而挑戰者睜眼的秒數 必須比前一位還要久 只要超過前一位的秒數 就算挑戰成功 否則將遭受電影的懲罰喔 耶 厲害 這個九九神功 大家特別注意到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你們認為說 這個電影是怎麼樣 大家用演出來了是吧 開玩笑了對不對 有錯就要懲罰一下 大家一看一看 點鞭炮給他們看一下 請上電影 一 要手去拿 對啊 你在那邊 我也嚇一跳 豪大膽小耶 是的 我想我自己會點燃起來 一 二 上陣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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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你見識到電影驚人的威力了嗎 是不是相當不可思議呢 我屁股一定要燒爛 好 好 嚇死我了啦 好 好 好恐怖喔 好 全部做好 誰還敢玩啊 有沒有 燒起來 所以搶位置 萬一搶到這個座位的時候 那就開心了喔 為什麼呢 屁股又開花了耶 對啊 好 注意啦 現在大家準備一個動作好不好 每個人走的時候都要有一個動作 比如說你是這樣 你就要從頭要這樣走 好不好 好 你什麼動作 大餅 我就來一個大伯的動作 什麼動作 冒手起來 好 好 這個動作好 好 那來 聖傑 來 什麼動作 打網球的 好不好 殺球 那你也帥哥 在大家選好遊戲進行時的POSE以後 今天的挑戰即將開始囉 預備 憲哥 我們今天比的是眼睛張的9 對 眼睛張的9 20秒為基準 20秒 好 好不好 現在準備繞圈圈走了 搶椅子 預備 紅彩妹妹 對 紅彩妹妹很嗨喲 真的嗎那麼肯嗨喲 演套小口很嗨喲 一點點那麼憨嗨喲 八月的來影響開 我與妹妹的愛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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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什麼真的 你急著坐啊你 歡迎光臨 坐坐 我灑熱血 他們也不讓就坐了 你就坐就對了 就坐下了 啊哈 坐到電影的姚元浩 即將要挑戰不眨眼睛比賽 我們趕快來看看 準備好了嗎 看正面 預備 一扎就輸 開始 5秒 2 2秒鐘 好爛啊你 你來幹嘛 年輕人進入狀況 這個有自己會 會 好 預備 看看正面 機器在哪裡 1 2 開始 不要扎 一扎就輸了 扎往往是在自然之中 你不經歷的就啪嗦 但是我們要給他心理上的樣 扎眼睛好舒服 你看我這樣扎好舒服 好壞 妳看 不是3 差一點 是不是有扎啊 沒有 你這樣好像離小龍 2 1 2 也有壞耶 好像離小龍 好 太久 29秒 我一直跟他講可以扎了 他就是硬是不扎 你29秒 後面也超過你29秒 真的 如果你自己做到 自己就再超越29秒 相當不錯 這是我這三年來 看到最不入狀況的心目 加油 我現在終於入狀況了 對 相當不錯 辛苦了 拍的信息叫什麼 好厲害 天檸檬 天檸檬是不是 加油 應該是最後一檔戲 加油 這樣拯救人家 好 加油了 預備 音樂 這個大伯太可愛 很害羞 銀頭小口很害羞 一點點那麼很害羞 阿爸 每一個人都懷著忐忑不安的心 在進行比賽 到底哪一位才是倒楣鬼呢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 你在打保齡球啊 大伯 大伯 你這樣用衝撞的方式 對我們亞洲新天后 是沒力嗎 對啊 把溫藍整個撞翻耶 而且我剛剛拍起來 越拍越緊你知道嗎 真的非常緊張 沒錯 接下來的倒楣鬼就是大餅 我們趕快來進行挑戰吧 好 注意 29 29秒 最後不能眨眼睛嘛對不對 不能休息就對了 對 對 預備 加油啊 大伯 最後 看到前面啊 您可以的 來 預備 開始 過 大餅沒有演老兵 實在太可惜了 大伯 大伯 直到誕生了 你知道大伯的英文怎麼講嗎 9秒 大伯 剛剛當上大伯的大餅 真的有辦法超過29秒的極限嗎 拭目以待吧 預備 最後 看到前面 您可以 預備 預備 開 數 大餅沒有演老兵實在太可惜了 大伯 大伯 直到誕生了 你知道大伯的英文怎麼講嗎 9秒 大伯 大伯 失敗 沒想到還不到29秒 大餅就挑戰失敗了 大家趕快來進行懲罰吧 二 大伯的笑話 來 請坐 10秒 對啊 我想把這一集錄下來 告訴我的那個子女說 你要知道大伯今天是為你受的苦 對啊 對不對 子女 大伯為了你屁股都開花了 好 三秒鐘之後 抱歉 往後退一步 1 他做得好扎實 他做得很扎實 這是讓我們看到最敬業的藝人 真的 一秒鐘 學著點 沒想到你還能從容就義 3 2 1 好痛喔 我差點就跟剛剛那個泡一樣 室得到那邊去 哇 電影的威力果然驚人耶 竟然把大筆電的呱呱叫 而接下來這倒楣鬼又是誰呢 9秒對不對 對 希望下一個不要再生 好 對啊 我也是 其實我根本沒有標準往處 好 我來看看 對啊 等一下 我覺得節目到這裡 所以應該有一些高潮出現 高潮 什麼高潮 對 就是說要憲哥嘛 不行 等等 可以啦 依照 眨眼睛 冷靜 你看 一 人意耶 不 天天天好 好 沒問題沒有 依照慣例 我們主身是用猜拳的 好不好 這個大家不再 好 來 好 剪刀 石 頭 布 剪刀 石 頭 布 就你了 沒有 唯一不一樣的人 不合群 是不是憲哥啊 對啊 拜託啦 兩位再來這一套就沒意思了 剪刀 石 頭 布 快點 就是你啊 你不要囉唆 你眼中抓 你可以的啊 你這麼深情 不要囉唆 我怕騙 真的很怕 我太怕 我太怕了 真的嗎 那你跟著全國觀眾講說 我是俗辣 對不起 我是俗辣 神經病了 我剛才什麼都可以 很痛耶 電影 電影跟那個高空彈跳有沒有 後來就硬逼著我一定要跳 我說 不然會節目收視率 啊 啊 要推我下去 那個先下去了 開玩笑了 我緊緊抓住那個鐵條啊 所以你不玩就對我了 剪刀 石頭 剪刀 石頭 不 兩個蹦 兩個蹦 蹦 我會處理 我會處理 好不好 酒令我來照顧 絕對沒問題 注意 預備 不好意思 但是我不用玩了嗎 我繼續玩嗎 開始 這樣六個人耶 大餅先生你不用了 你陪我們來唱歌就好了 很嗨唷 櫻桃小口很嗨唷 一點點那麼很嗨唷 嘿 八眼 真的耶 你要害誰就害死 因為我對你有信心 沒問題好不好 不眨眼睛 趕快現在利用一下 29秒而已吧 不會太難 預備 我想看他電棒燙 什麼心愛 拳起來 預備 起 29秒 他的眼睛全部不眨 但是一旦他過關 後面那個人就倒楣了 太厲害了 大哥 觀眾朋友 眼睛都沒眨 還能左顧右探 對啊 這也是有鬼啦 能不能鬥雞眼給我們看一下 好厲害耶 不要害到這次 26秒 27秒 28 29 已經過關了 好厲害 他要讓下一位 他挑戰極限 29秒的王士賢 還能撐多久呢 還能轉動 天啊 差不多了 好了啦 好 46秒 很厲害哦 好啊 大家都去死好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下一個做到這個的 就是要墊屁股啦 好 等一下 我會過關了 上你們兩個還要划拳啊 好厲害哦 這樣才有意思嘛好不好 這樣比較刺激 好 好,來 我來給他 加油 對啊 但是大家有沒有考慮到 哨子在我手上啊 來,預備 沒關係,可以人道一道 輸得上去啊 叮 好不好 輸得上 剪刀、石頭 上去 剪刀、石頭 上去 預備 願賭服輸啊 不然你有賭物 就會不好 又 耶 幸運送 紅柴妹妹很愛優 長得好,長得好 好愛優 喂 不行 怎麼可以自己噴啦 你不能自己吹啊 然後自己當裁判 自己又是那個吹點 誰規定不能自己吹 不行 這以示公平 等一下 他們一定會真思 是 我 我不要 我等一下還要開會啦 沒關係啦 我現在就開 我被電過 我還是可以去開會啊 有六個總經理 然後我一直在那摸屁股 當然快啦 這樣子好了啦 如果你現在能夠不扎四百六十秒 我屁股是好嗎 我們就醉 好,直接來 沒有這裡 好 憲哥,讓你感覺一下 好笑哦 很愛優 一點點 那麼很愛優 好愛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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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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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坐 我 我跟你講 你腳有必要要倒勾住這個椅子嗎 我從來沒看你那麼熱心的 注意 椅子有一種東西叫做靠背 誰坐著搶到靠背 就是代表他贏了 不行啦 好 大家覺得誰應該固定 等一下 等一下 幾乎是開演唱會的那種熱情耶 不可以群眾暴力 我來處理一下好不好 聽我們的交談 出道多久啊 喂 你很有大縮小喔 出道多久 憲哥,你要讓人心裡有力 對,有道理 來,來,坐 來,來 這心在一有位就坐 掌聲鼓勵,憲哥 快 喂 說一次不會怎麼樣啦 不是,你兒子有還要玩樂 不是,你兒子 你怎麼整個襯衫都濕了啊 有必要嚇著 他真的很怕變耶 我會有玩完這一段 可以演那個 達摩第二段 太害怕了 來,46秒 預備 憲哥,我相信你可以的 計時 開始 好厲害哦 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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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的觀眾朋友都看到 我都可以倒帶再多東西 慢著說 這個聲音沒有鬼啊 喂 喂 連攝影機都夾住了 好 再給我一次機會 好,再一次 好不好 好 像話 平常憲哥也對我們不錯啦 好,來 幹嘛用這種多數暴力呢 預備 預備 鹽藥水先拿 好,預備 開始 張眼睛好舒服哦 張得好舒服哦 你看,你看 好舒服哦 怎麼不能撐得了四十幾秒呢 已經有淚水了 眼睛太紅了耶 弄起來舒服多了吧 好 小心哦 看不起來 看不起來 現在有小渣的技巧 三十三秒加油 快了 快了三十七秒 他下半個眼球發紅了耶 四十 四十二 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太輕 一 二 二 五眼淚 我們眼神很清理高興 五眼淚 我看到我竟然做到 我可以發表我的感言嗎 可以 可以 當時 當時很痠很痛 但是我想到我的家人 我必須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人生不就是一次的不眨眼嗎 我竟然做到了 我當時我也沒有想到做到 聽到四五 四六 四七的抽 眼淚都飆出來了 好 掌聲給他們鼓勵一下 再次謝謝他們幾位 咱們下週同一時間 繼續回到的 我猜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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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猜猜猜猜 謝謝楊明浩 還有我們 楊明浩的優勝 謝謝